以外是想不到的 如果發生在朋友身上 你會怎麼做呢 如果受傷的還是弱勢的一群 他們又怎麼辦呢 鍾婆婆今年75歲 自己一個人住 04年的一次以外 被車撞斷了左腳 其實我這裡也很冷 不過我心情比較濃 上年又因為跌傷 弄傷了腰 直到現在 整天都痛 行動很困難 令到他想出街都出不了 參加不到社區的活動 又認識不到朋友 生活變得很孤單 很無助 去醫院 你有一些事手術 我聽過的話就 哇 你們腰骨 盆骨要痛 到現在都是 這隻腳要酸小 自己做什麼 做什麼 天天看電視 我們以外之友 探過鍾婆婆兩次 了解了她的情況和需要 我們希望可以解決她行動不別的問題 等鍾婆婆可以多些投入 和參與社區活動 認識多些朋友 令到她的生命多些快樂和關愛 所以我們以外之友 就送了一張電動輪椅給鍾婆婆 以外之友先將人要 給我先進的電動輪椅 要輕的方便 我現在走路不細 殘疾很痛 要輪椅帶大 我快樂得不得了 還有很多個案需要以外之友去幫忙 我們很需要你的支持 你的捐款可以幫助很多有需要的人 請你打我們的捐款熱線 3421-0066